為何我會買這個Ford Combo呢? 大部份看片都是介紹Adventure Combo 首先解釋一下 現在開箱的手把其實是一個電池手柄 它的電量是2.5倍 其實如果你買Adventure Combo 它有兩粒電給你的 它的電量是等於兩粒電還要再多 當然它的充電盒可以充電 但我自己就會足夠 因為連上本身的電 再加上手柄 其實你等於有三粒半電 在現在的電量可以達到4個小時 其實你一天的拍攝就足夠了 還有USB充電 我已經測試了 我們來看看開箱有什麼 剛才已經開了一半 大家現在看到的主角就是手把 上面所有按鈕都可以控制到主機 因為它都是抄花這個手把 它背後有一個位置可以插3.5mm的音 還有USB線 就用來充電 就是USB頭 後面有一個給你充電 插料袋 另外這個Combo 就包含了這個DJI-MaiE的咪 它可以直接接駁機 我猜看其他YouTuber介紹 它都有說這個機 可以接駁兩個DJI-MaiE的 那就不用接收器 但如果你要用在其他相機 你就要自己買回接收器 但是主要這個MaiE的咪 我都是用在Ason 5 所以我暫時沒有打算買接收器 再加一個MaiE的Z 另外再加進去 但是如果後期兩個人 可能買那套就會好一點 因為我對上一套MaiE 其實就是Volt的VIRUS GO第一代 所以都是時候升級 不過太久沒有拍攝 現在就先升級 剛才說到這個電 其實插USB尿袋 我會覺得是一個 真的沒有電的時候的方案 它的優點是怎樣 如果你不插USB尿袋 因為你的機器的電 是不會用的 先用手把的電 因為它的目的是 萬一你要拿開機器來拍 那你也有電給你用 因為機器沒有電 你就拍不到電 所以先用手把電 如果你插USB尿袋 你用的話 就會用了USB尿袋的電線 但是很少機會 會這樣插 因為一開始 你機器和手把都有電 就插USB尿袋 就會比較少 要留意 其實機器和手把 都要有少量的電 你插USB尿袋才可以 因為如果它沒有電的話 完全沒有電 它是不能用的 所以你沒有電 就算只有1% 你都插尿袋 就可以直接 繼續拍攝 如果不是 就可能用USB 直接插上手把 手把的USB 插著機器 讓它充電 充電的充電 充電的充電 都會是尿袋直接充電 充電 充電充電 充電 如果有電 它就會充電 可能要插一插手把 先插開USB 使手把 都會有少量的電 你就可以用尿袋繼續拍攝 當然你手把無電 手把有電 都是有少少 即是插1%的電 假設你手把完全沒有電 即是拍到沒有電 放回手把 用手把的USB 它就會充電 等它充電 大概有1% 你就可以用手把的電 繼續拍攝 但是 因為拍攝的時候 無論USB 尿袋供電 還是手把供電 其實就不會有充電的效果 所以我會比較 節除非好 臨時臨急 你要用 不然我會覺得 充電 有些電 你才繼續拍攝 就會浪跌 總結 我個人就覺得 如果你不是經常做一些野外運動 不會插手把 我就會建議你買這個Ford Combo 即是如果你主要拍Ford 其實我覺得電量真的很足夠 你可能最多買多一顆電 它叫做 就叫做 我就不用買那個 充電盒 因為我覺得 你USB 尿袋已經可以幫它充電 影片 到這裏 下次再有其他開箱 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喜歡影片的你 記得CLS Comment Like Share 記得按訂閱 和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的影片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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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